第1098章拒绝 这两日天元谷学府中最为热门的是 莫过于征召队伍的组建 而按照学府这边给出的队伍建制 需以一名天心院学员为首 队伍人数不超过10人 故而如今那些来自圣学府的队伍 皆是想尽办法地找寻合适的领队 北洛同样是有这个打算 毕竟此次的征召任务难度颇高 连天元谷学府这等雄厚的实力 都需要找圣光谷学府来作为援军 甚至连他们这些圣学府的队伍 都会被强行征召 如此阵仗谁敢小区 虽说李洛在院级审平上面爆发出来的最终战力 甚至足以媲美一些实力达到真应级的天心院学员 但这与那些拥有上院席位的学员 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差距 毕竟那些可是真正的大天相近实力 这是封侯之下最后的境界 不过对于天元谷学府的天心院学员 李洛一个都不认识 所以就只能又去找了宗沙与江婉瑜 打算让他们帮忙引荐一下 哈哈 李洛学弟 要帮忙介绍天心院的学长学姐 那江学妹肯定适合 他人脉可比我强多了 在见识了李洛院级审平上面的表现后 宗沙对李洛愈发的热情 同时给予建议 江婉瑜倒也并未拒绝 不过他美眸看了一眼李洛后面跟着的陆明 景泰虚等人 时宜道 你已经组建了队员 李洛点点头 道 都是以往认识的朋友 信任度更高一些 江婉瑜就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在他们这些古学府的学员眼中 外神州的圣学府学员 在这种任务中几乎是垫底般的选择 这段时间那些圣学府随行而来的导师们 为了给他们圣学府的队员找个靠谱的队长 甚至私下里还给予了一些丰厚的条件 而对此 天心院的学员将其细称为保护费 我的确认识一些天心院里面的学长学姐 我带你们去接触一下 李洛你自身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之前的院级审平结果如今连天心院的学员都听过 按道理来说你是挺不错的组队人选 江婉瑜一路与李洛亲生交谈着 带着他们乘坐飞夜 逐渐地进入到天元古学府内部的一些区域 这里的天地能量更为的浓厚 乃是天心院学员平常修炼居住的场所 而到了这里后 江婉瑜就带着李洛他们去拜访了一些 以往与他有些交情的天心院学员 然而最终的结果 稍微的有些出乎江婉瑜的意料 那些原本还热情的天心院学员 在听见要与李洛组队后 却是纷纷眼神有些躲闪起来 最后纷纷找了诸多理由婉拒 刚开始江婉瑜还不在意 可随着好几位天心院的学员这样后 他柳梅也就渐渐地粗了起来 似乎有点不对劲 他在心中自语 李洛虽然是挂着圣玄新学府的名 但谁不知道他如今是李天王一脉龙牙末的人 所以没道理会有人从身份上面来侵蚀他 更何况李洛在院级审评上面 也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 从实力而言 李洛甚至足以媲美一些天心院中的普通学员 江婉瑜与同行的宗杀案中对视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疑惑 不过他也并未放弃 而是继续带着李洛拜访 这一次他找上了两名在天心院中颇有分量的学长 这两人在天心院上院中都有着不低的喜位 在一座灵湖石亭中 两名颇有气势的青年对着前来的江婉瑜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后者如今虽然只是三心院学员 但不论是自身容颜还是天资 在学府内也是颇为有名 李洛 这位是孟州学长 他在天心院上院排名49席 江婉瑜指着一名短发青年介绍道 这位是郑云峰学长 他在天心院上院排名52席 这是一位长发披萨 显得有些狂傲的男子 两位学长皆是不凡之辈 未来有望进入前20席之列 呵呵 江学妹太抬举我们了 前20席都是一些怪物 我们哪能追得上 那名为孟州的天心院学员笑眯眯的说道 而那郑云峰 则是端坐在那里 台幕看了李洛一眼 道 你就是那个在院级审评中 有些表现的圣玄新学府李洛 见到他这态度 那跟在后面的陆明 景太虚等人眉头围皱了一下 这些天心院的人真是好生傲慢 如果你不喜欢圣玄新学府的话 我也不介意你说我是李天王一脉 龙牙墨墨守敌孙 新宁院代理大院主 二十其龙手 煞魔洞记录开创者 李洛 李洛露出温和的笑容 他就是喜欢和傲慢的人打交道 对于他这么一长串的自我介绍 郑云峰嘴角围抽了一下 妈的 背景强就了不起吗 动不动就寄出李天王一脉来压人 这些世家子最是讨厌了 就不能靠自身吗 靠背景算什么本事 一点都不立志 不过虽然他心头不爽 但显然天王脉的确还是很唬人的 毕竟此前连无语 在面对着龙牙墨的败铁时 也不得不接见一下李洛 更何况他一个大天相近 哼 好大的名头 郑云峰面色不语地低横了一声 但也不敢去贬低这个名头 免得招惹更大是非 如今他是天心院的学员 借助天元古学府的虎皮倒是无所谓 可等未来他离开了学府 闯荡世间时 天王迈在他眼中可就真是难以衡量的庞然大物 在那一旁 名为孟州的青年孝道 李洛学弟是来找我们组建队伍的吗 实在抱歉 我们都已有队伍 他虽然看着比郑云峰客气许多 但不带姜婉鱼开口 就直接将话给说死了 而面对着这样的话 就连李洛双目都是围眯了一下 这样的拒绝今天似乎是有些多 这并不正常 因为从实力角度来说 他自身绝对算是一个好队友 就算露明他们有所差距 但相对其他的同级者 其实就未必差太多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算不上主力 只是一些协助者 作用本就不大 姜婉鱼脸色也是有些不好看了 他盯着孟州 直接问道 孟州学长 这是为什么 面对着他的追问 孟州有点无奈 犹豫了一下 提点道 姜学妹 要不你带她去找五个问问 姜婉鱼一争 道 五常空学长 这天心院中 能让孟州恭敬叫一声五歌的 除了那位上院首席外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孟州点点头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拉着郑云峰便是直接离去 姜婉鱼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笑脸殷勤不定 他看向宗沙 后者也是紧皱着眉头 李洛 你和五常空首席有什么过节吗 姜婉鱼问道 原来问题是出在这里 怪不得这些天心院的学员都不愿意和李洛组队 原来这是五常空所示意 不认识 李洛神色平静的摇摇头 旋即他想起什么 问道 这个五常空 与五语副院长是什么关系 五语副院长是他的大爷爷 宗沙说道 李洛这才恍然 姜婉鱼他们不知道他这里还与五语副院长有过赌约 而且最终还赢了 这算是有点打脸这位副院长了 所以眼下 这位副院长不好亲自下场 于是就暗示五常空给他下点半词 这五语副院长 心胸还怪狭隘的 那五常空这是想要逼着他这里主动找过去 然后为自家大爷爷顺一口气吗 李洛但笑一声 想屁吃呢 让那五语老东西一口气憋死得了 宛于 宗沙学长 如果找不到天心院的人就算了 我这边自己带队也无所谓 李洛笑道 经过这些 他也懒得再去找人了 没有天心院的队友虽然会导致队伍实力减弱一大截 影响攻击的平定 但他进入小沉天更多的目的 是为了跟江青鹅相遇 等找到江青鹅了 什么狗皮天心院 都没我洛兰府的大白鹅香 江碗与柳眉紧促 却是有些不甘心这么放弃 他想了想 对着李洛道 如果真是五常空首席在做梗 我想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去试试 他倒是从不给五常空面子 谁 天心院上院第二席的冯玲渊学姐 这次是